大家还记得0403强证过后 东华大学理工艺馆全面燃烧 那么这边一烧也烧出了花莲的防灾隐忧 现场许正位除了是积极争取 处理化学灾害的硬体设施 现一会监督小组也特别到场勘察 希望能在全则范围之内给予最大协助 0403强证过后 东华大学理工艺馆全面燃烧 因为缺乏设施设备 又要面对复杂的化学物质 消防队员不敢贸然挺进 大火难以控制 让灾情损失超过17亿元 这一次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欠缺了 非常非常棒 花莲现在我去争取了 硬体上分到三年 去把这个整个硬体设备 包括泡沫消防车 该式的设备争取来 但是重点是我们缺乏软体跟大脑 我们需要一个所谓的化灾的 紧急应变的设点 一个中心设在花莲 在0403发生火灾以后 那事实上显示出 我们花莲县对化学灾害 这个发生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所以导致我们东华大学校舍 延烧了大概一天一夜 那所以校长透过这一次的灾难 那也是一个转机 一场大火烧出了灾防隐忧 东华大学校长许晖明 希望能在花莲设置北区第五个 独灾应变咨询中心 而受灾建物的存留也是一道课题 将来有机会规划成具有教育性质的空间场域 整个的话就是说以后要是留下来当纪念馆 还是重新打掉再做 这会影响到学生的问题 跟我们花莲县县明的问题 虽然是经货它是属于中央的经货 可是我们地方政府有义务说 能帮忙东华大学协调 各方面的问题的话 我们现议会会前例在张晋 议长领导之下 我们会全力的来实验他们 东华大学主动提供场地 联系北区毒灾应变咨询中心 希望透过化学署在行政院提案 如果10月份顺利通过 就可以在校区内设置北区第五个点 未来不管是化灾 有毒气体处理 都能不受交通限制 由中央所设的防灾点 就近提供协助 大大增加民众及学术的财产安全 记者徐提琴收方向报导